三年前東京奧運奪下羽球男雙金牌的 王麒麟跟李洋 28號在巴黎奧運以衛冕者身分 首度亮相 面對世界排行第七的日本組合 只不過一開賽 李洋就出現了揮空失誤 他坦承自己是太興奮了 也覺得有點緊張 希望自己在場上可以正常的發揮 然後失誤減少 然後在場上可以去場上的一些視野 然後一些出球 直接把他做到最好 雖然第一局過程當中 台灣男雙自己發生了兩次失誤 不過目標鎖定要衛冕金牌 他們很快就調整了比賽的節奏 後續及時回穩進攻要回攻勢 多顆犀利攻擊打的日本組合是無力招架 中場李洋跟王麒麟 只花了34分鐘打敗日本 連續拿下兩局以21比16跟21比10獲勝 踏出衛冕第一步 把自己最好的表現 今年不管怎麼樣 就是希望可以發揮在奧運上面 那說沒有壓力是騙人 但誰站上場上都是代表自己的國家 希望為自己國家躲下一面牌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壓力 只是怎麼去克服而已 他以前都是算走路進場 那這次算是坐遊艇進場 其實應該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還有眼尖的球迷發現 王麒麟手腕上佩戴了一支手環 紅藍白設計是來自巴黎珠寶品牌的系列作品 帶上飾品仿佛可以為比賽帶來奪牌好運 而林洋派29號還要繼續出賽 要對上第二種子丹麥組合 李洋笑說只有最後一顆球打完 才有稍微鬆一口氣 我有看到搭檔在那邊跳舞 又不小心笑了出來 幽默互動也為緊張的賽事 增添一點趣味性 體育新聞中的報導